台北的文化色彩 一開始 其實連我們大人都會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台北的文化色彩 我問我問題 那為什麼 很多人突然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是灑住的 因為他覺得台北就是很繽紛 很多的顏色 可是大家不會去細想說 有什麼樣的顏色是具有代表性的 或是很獨特的 沒有的 這什麼東西 愛草 孩子們的觀察跟成人的觀察角度 真的很大的不同 小朋友在看的點 其實常常有時候會非常沒意料之外 走過這裡看到的是 寺廟當中非常精彩的一些 傳統工藝雕刻 可是他看到的可能是 寺廟上面的龍為什麼要搶那顆紅色的珠子 那個紅紅的 是龍珠嗎 等一下我要去拍那個 在青草店裡面 然後帶品貴那個青草茶 然後大家呢 在品貴青草茶香的時候他們會說 這東西怎麼那麼奇怪 因為跟他們現在的口味不太一樣 手輕輕的把它抓起來 然後貼著鼻子紋 不要吸太大力喔 所以在顏色的引導部分 就是變成用灑網的方式 然後就讓他們呢 就透過iPad 不斷的拍 就是他所看到的 他覺得特別的 覺得獨特的美 他都可以拍回來 這個東西叫做 古早味涼粉 然後但是它真正的名字叫 Kivi醬 QQ的這邊是用屁瓜粉去做的 在台北城的探索的時候 他們呢會看到非常多 台灣近代的建築 非常多像虎台街洋樓啊 或者是北門郵局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既然我要找的是台北的代表色 那我希望呢 從我們的那個 傳統文化裡面去慢慢的延伸 結果他們 竟然選擇了圓山大飯店 來當作呢 近代建築的一個代表 你可以拍屋頂上漂亮的那些文字 然後在這邊接著討論色彩的時候 要以他的屋頂好呢 還是以他的那些紅色的那些 他的廊柱 大家決定選擇了北門的紅 然後呢 互相比較之下 那我們圓山大飯店選擇了 他的屋頂的黃 來做一個相呼應這樣子 也非常鼓勵老師們可以透過家鄉 踏查跟實際走訪的觀察機會 相信大家一定會有很多的發現